今天會和大家一起用Pictoblocks Pictoblocks如果你有用過Squatch 我相信不需要講得太深入 因為內容都很相似 首先它有Web版和Software版 今天我們用的是Software版做示範 有什麼分別呢 就是Software版會多了一些Extension 有些Extension是Web版沒有的 所以都建議大家用Software來做 至於什麼是Extension或者什麼Extension 我們一會兒會講解 我們就很快就講一講 Pictoblocks是做什麼呢 Pictoblocks其實就是 大家看到這裡有一個畫面 上面有一個小紅 你可以想像它是一個講故事 或者是舞台劇的舞台 而這個位置 這個格子就叫做Stage 我們其實就是做一套畫劇 用紅仔來做 或者不是紅仔 紅仔只是其中一個角色 然後我們為它添加不同的編程 例如我們幫紅仔轉個背景 說它現在在沙灘 它可以添加一些角色的 例如遇到一個朋友 我們這兩個就叫Sprice Sprice就是中文 你看到這裡寫著角色 你可以說這個叫Toby 這個叫John 你可以為他們加入一些劇情 我們大致上就是做一個智能的 有編程的動畫或者畫劇 你如果這樣理解 就很容易理解 我們看一下左邊 有很多的東西 不同顏色的 這個位置叫Pallet Pallet 就是安裝我們編程的Block 的地方 如果你是認識Scratch 或者Microbit 玩過 其實這裡你也不需要太困惑 因為你應該都認識了 我很簡單地說一說 所以我們有譬如這個叫事件的Pallet 英文就是Event的Pallet 就可以設定這個動畫是什麼時候開始的 例如當棋仔被點擊的時候 這裡有一支棋仔 它是很常用的 會是做開始的 我們現在因為什麼都沒有set 所以就沒有反應 現在我們譬如 我們要幫洪仔加對白 我們先剷掉它 我們先刪除聖幕 我們要按紅仔 這裡 因為你看到這個是John的編程 這個是紅仔編程 如果你想幫哪個角色編程 就要按那個角色 譬如當棋仔被點擊 然後 我們就譬如 在動作那裡有一個說話 說出 你好 我是Toby 然後 按旗仔 按旗仔 它就會說話 這個就是很簡單的編程 這裡就是很簡單的示範 怎麼做一個編程 你當然可以設定 即使紅仔講完話 會飛來飛去 飛來飛去 或者這個人講完話 會消失 都可以做到的 這個就是最簡單的Pictal Box 其實就是Squatch 而我們要開始講一些 Extension的部分 因為這個才是重點 我們在左下角 叫Extension 這裡 按下去的時候 會看到很多Extension 我們要加入一些AI 智能的東西 就一定要在這裡做 其實Extension 就像在Chrome 裝一些 比如 Unblock廣告 那些插件 就是添加一些 元件 令到這個東西 有更多的功能 例如 大家可以看到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的插件 Body Detection 的插件 Machine Learning 這些全部都是一些 可能是AI那方面的Terms 你現在未必明白的 我們就最簡單的 叫Face Detection 譬如 大家等它安裝 可能要幾十秒 我們只需要做一個 這麼簡單的步驟 就可以使用到Pictal Blocks 的AI的功能 這個就是Pictal Blocks 和一般的Squatch 最大的分別 我們現在做最簡單的 我們現在 不用它 我們就在這裡 看到Face Detection 安裝完的一支插件 你看到 有 譬如 Detection Analyze Image 從你的Webcam 又或者 Get Expression of Face 例如 看完你的表情 它知道它是喜怒哀樂 這樣 我們 可以在這裡 打開Webcam 然後你會看到我 或者看到你自己 對了 這個Parent transparency 就是 你可以這樣調整 讓人變成透明 你可以配合動畫 這樣 這裡 然後 你可能 經過一些setting 之後 你看這個畫面 讀取了我的樣子 我現在是不是在笑 然後 你就可以 用下面的Blocks 例如 Get Expression of Face 我現在在笑 你可能在笑 是可以做到的 這個就是 它不同的AI 我們現在 就會看一些實際的例子 在設定完之後 那個Pictobox 會有什麼效果 你現在看到 畫面 有一個很驚喜的小朋友 而 是 系統 可以 detect 它是驚奇的 而 它轉換表情的時候 會馬上轉換成 angry 這個就是 Pictobox 比起 Squatch 它最大不同的地方 就是 它可以做到這些事情 又或者 除了人樣之外 它可能會有 object detection object detection 就是 譬如 譬如 等它一等下 那 例如 我現在 不是要分析 我臉 有什麼表情 我是想 分辨 我手上拿的物件 是什麼 那 這個 都是它 AI的功能 那 例如 這裡 我可以 可以拿一隻公仔 這樣 這樣 然後 經過一些訓練的 data 等等 就可以得知 這隻公仔是什麼 來的 而同樣地 我們在經過一些設定 之後 可以 的效果 就是 譬如你把公仔 放在鏡頭上 它會馬上顯示 它叫什麼名字 譬如你有一隻狗 它會馬上轉 這些 使用了 Machine Learning 的技術 相信 大家 在看其他影片之前 都未必 自己會做 所以 就要請大家 看下去 而 為什麼 我不馬上示範給大家看 因為 編程 不是我 這樣做一次 你就會理解 於是 你就要看 我們不同的 Pictal Blocks 例如 人面識別的影片 或者 物件識別的影片 等等 這就是一個最基本的 introduction 讓大家知道 是做些什麼